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宋徽宗的花鸟画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 花鸟画本不是一个专门的类别 是宋徽宗这位帝王的偏爱 让微不足道的花鸟草虫 能够融应宫廷的纸绢宫笔 宋代的花鸟画家 知道鸽子与鸢的羽毛有何不同 知道竹子如何抽枝生叶 他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些 因为宋徽宗是一位严格的把控者 而他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花鸟画家 他的画鸟画以色色为多 也有部分作品以水墨勾染而成 格调高雅 如也书间将最5月13日和5月23日 在直播间等着您 一起探寻宋徽宗的艺术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